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你看它的这个边边 其实就有点散乱 因为遇到冷空气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台风 它可能发展 没有办法很强的这个样子 那当然它现在预期 还是会往北走 我们看一下它的动态就知道 那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可能29号的 可能是成为29号台风 这一两天内就有机会成型 目前来看的话往越南 这两个对台湾 大概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当然它还有点偏折 但是事实上 它遇到北边比较冷的空气 要发展的强度就明显减缓 你看它还会这样 有点往北又西北 看起来很接近 可是它大概呢 可能就会慢慢的弱化掉 各位不必过于担心 当然靠的还蛮近的啦 台湾大致上呢 这几天呢 还是受到偏北风的影响 各位可以看一次 礼拜五还是有点短暗胜雨 但是预计呢 礼拜六就明显减弱 东北风减弱 礼拜六礼拜天 当然东半部还是偏东风啦 礼拜天还是偏东风 所以大致上呢 下礼拜预期呢 有几波的东北风会的南下 可能会更强一点点 不过这个下礼拜 变动空间还蛮大的 最近的天气呢 就像是有点像是春天 等于是各个系统还在酝酿 还没有办法全部主导 所以这个变动性很高 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看就可以啦 所以最近的天气呢 都很类似 要注意一下 那礼拜五呢 要注意其实还是有阵雨啦 这个迎风面呢 还是比较容易有雨室 请大家如果在 这样的天气之下 一定要防寒做得好一点 因为湿度很高 那大概呢 越往这边其实越少一点 大概下到这个桃园 到新竹这一带 大概中南部呢 都很稳定啦 那礼拜六呢 会更减缓一点点 只向东北部 可能宜然有一些震雨 其实西半部 都是非常晴朗的 那礼拜天礼拜一也是类似 所以请大家好好珍惜 未来这几天 大致上呢 也是要注意空雾的问题 这两天其实有一点 境外的空雾进来 但是老实说没有那么的大 当然中南部相对的 还是有一点点越往南部越差 那大致上呢 第一个是温度 明显的 这两天比较低 要注意一下 礼拜四礼拜五比较低一下 然后慢慢慢慢 明天呢 清晨的低温要注意17度 北部17度 然后大致上 明天有点阳光露出 温度会稍微回升一点 21 24 5度 礼拜六呢 其实19到24度 其实是北部还算舒服啦 礼拜天就慢慢回温 下礼拜大致上是明显回温 但是不是拉的很多 要注意一下 南部呢 都是很稳定的 22到28 9度左右 这样一个幅度 其实这几天都是很稳定的 这样的情境 那今天晚上呢 各地要留意 南部要留意空品 北部呢 有下雨空气品质都不错 温度明显降下来了 南北有点落差 穿衣服上要注意一下 那东半部呢 东北部偶震雨啦 那礼拜五白天呢 其实北部呢 还会有一些短暗性震雨 台北 新北 基隆 宜兰 有些震雨 其他地方都是多云道勤 南部 高雄 台南 还是要注意一下 空气品质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呢 这几天呢 就是稍微注意一下的波动 属于温度的落差 属于容易感冒的天气 那北东适量至周五 水气略减少 周末呢 东北风减弱 回暖转晴 那大家注意一下 台风还有热力压的动态 就可以了 我们后续呢 再密切保持注意 目前来看 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我们来看详细天气数据